花蓮縣插花協會花見初心的花藝展 17號舉辦開幕式 在會中安排插花實作 讓現場嘉賓體驗插花藝術的樂趣 而鄉長游淑貞也歡迎民眾前來欣賞 達到真善美的心靈境界 在生命中烙印繁花美麗的身影與回憶 吉安鄉浩克藝術村即日起到20號為止百花盛開 理事長徐慧珍表示 此反華道流派擁有560年的歷史 以模仿大自然的景致為立佛所用 創作時在心中勾勒出山水庭園風光 以花枝葉架構出點線面 均有其背後的意義 將腦中的虛無景致 以手幻化出石的花藝作品 我們的主題是花見初心 回顧我自己接觸花藝的來時路 回顧到現在我的初心 我自己的初心就是 喜歡 我在學習花藝的路上 我是一個職業部 我是下班的時候跟隨著 找老師找一張老師學習花藝 在花藝裡我會覺得 你的心情會變得平靜 不會那麼的煩躁 那你看到花就是一種生命的感覺 你會覺得很療癒我們的身心 那當我們完成了一盆屬於自己 親手擦的花帶到家裡 那家裡的氛圍也充滿了生氣 感覺家裡也變得和諧 家人也會欣賞你的作品 吉安鄉長游淑貞足以欣賞每項作品 對於插畫藝術讚不絕口 他表示 創作者透過包含生命意義的植物 及花卉以各種形式呈現出 讀書一格的底蘊 抒發出對美的一年創作 展示出創作者作品內容豐富而精彩 我們今天的收穫是我們視覺生活 跟我們美學藝文的共同 今天非常感動 這麼多人來到我們的浩克藝術村 拜託大家跟我們分享 一號的藝文館 二號館的客家館 但是它也是文石館 現在正在展覽的是 我們落地生耕 稻花齡 吉安大家可能不認識眷村 但是吉安就是有眷村的故事 那我想這個地方的一個活化 一直延伸到 剛剛趙老師跟我分享 這一幅插畫作品 為吉安所插 裡面有吉安的四寶 還有我們的農業農產的金水在裡面 所以我從這裡看過去 又看到了我們的前總幹事 我相信又把農業跟藝術 活生生的拉在一起 共度我們多元的這樣的一個美好 祝福我們的展覽成功 花蓮縣茶花協會集結來自各鄉鎮 愛好花藝的菁英 並結合歐式花藝 農房花藝 中華花藝等各式流派 劉蘇貞表示 花蓮縣插花協會長期推廣各式的花藝美學 提升花藝審美的能力 以及日常生活美學的深度 增進正能量的生活情趣 記者臨界金安香採訪不到 好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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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